一般上一个人之所以会失眠或者得不到幼稚的睡眠 都是因为平时我们在工作上生活上的压力所造成的 当我们放下了我们心中的履历 我们的这个精神上的包裹的时候呢 我们的睡眠呢就会得到很好的改善 通过运动是其中一个改善我们失眠 还有增强我们这个精神获利的一个环节 所以以上这几个动作我们都要采用优美的环境 如果能够配上优美的一个音乐来练习呢 那是最好做的转体光月 为什么要做回这个转体光月呢 我们采取它那种良好的意念 就是说我们转走的身体 就是这个交接的转月 把它捧下来 全身的感觉到发亮有点点微微的凉爽的感觉 好转体光月 这个是要应用我们的良好的意念 在半夜或者深夜的时候呢 装个月亮 然后我们的心体就会保持平稳 保持愉快 上为吸要转腰 下为呼 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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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呼 精神 愉快 吸 放下来 放下我们的家里 两掌香色 就摆动我们的后面的脊椎 好像一种小宝宝 爱睡觉 这样子的动作 心情 必然要离开 都是 动作呢 都是靠我们这个整个脊椎在完成的 左右板 两手轻轻的喝水 向左边呢 你看现在我向左边走 吸气 向右边是呼气 但是我们就是摆动我的 腰椎 胸椎 吸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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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精神 平稳 安逸 先喝拜月 同样的我们要采取它的良性的意念 就是 好像一个先喝 对着月亮走慢 轻轻的喝掌 一脚往后 踏步 这个叫做卸步 上 上 下 轻轻的 两脚 喝住 一脚往后 往下 吸 往上 呼 左 要 精神 平稳 以外 往下的时候 感觉我们把一切的压力都放下了 一切的压力都放下了 一切的压力都放下了